好 哈哈哈哈 可以嗎 可以 正位好 在這邊講究台灣的防疫經驗的相關問題 給你做個請教 當初台灣其實有推出口罩地圖 讓我們就可以查到健保藥具在哪邊 口罩存量是多少 這道系統的研發過程 可以跟我們談一下它的功效跟實際的作用 其實最早的時候是在1月底 當時呢 其實口罩在各個地方都有可以購買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每一家商店都不知道這個顧客是不是已經在別的商店買過了 所以一下子就有很多囤積的這種消息 那當時呢 在台南就有一位叫做吳詹蔚的朋友 他就自己研發了運用Google Map這樣的一個系統 讓他的親朋好友都可以在這個地圖上面去標明出 這個地方已經賣完了 這個地方還有口罩 那當然呢 這個一下子因為新聞記者的報導啊 就全國都知道了 所以他吃個午飯回來就欠了Google60萬台幣喔 那所以大概不太可能用他自己的勤費繼續營運下去 那剛好在同一個時間 我們在行政院裡面也在討論說 是不是說與其是讓大家這樣子購買 然後一直有這種囤積的謠言 是不是有可能運用類似像慢性處方簽這樣的方式 運用在台灣99.99%的人 不只是國民啊 也包含居留症的持有者都有的健保卡 那透過像連續廚房簽的方式去藥局 然後跟藥師購買定額的這樣的一個口罩 所以就把就是行政院裡面的這個想法 跟吳詹蔚這個想法把它綜合起來 那所以我們就是用吳詹蔚所要的那樣子的一種即時的資料 每30秒鐘公佈一次每一個藥局它的就是進貨的量跟它的銷貨的這個量 這樣子的話它就可以直接從存量告訴大家說 紅色的表示說它已經賣完了不要去 那綠色的雖然稍微遠一點但是呢 你還是可以繞一點遠路去嘛 那這個大概就是在2月初的時候 我當時就把吳詹蔚的作品給我們蘇貞昌院長看 那他就說沒有問題我們就兩邊同事進行 所以大概就花了三天左右的時間開發然後就上節目 那您身為就是行政院主長數位事務的政委 當初面對這個疫情的時候 您認為最先該做的事情是什麼 那您當初想的第一道指令是什麼 我想最需要做的事情一定就是保持鎮定 戴口罩勤洗手 那當時院長也有一張海報就是這三個概念 那這三個概念非常有意思 因為如果不保持鎮定的話 那其實會非常容易慌張 慌張的話什麼謠言都會出現 說什麼衛生紙要賣完了啦 泡片要賣完了啦 什麼東西要賣完了啦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我們就不會有力氣去真的去做防疫的工作 那第二部分呢就是戴上口罩也是非常重要 因為如果大家都不戴口罩的話 那其實我們這個病毒的傳播 我當時還不知道說有這種無症狀的感染啊等等是最主要的 那當時還是覺得說跟SARS1.0我們可以相提並論 但縱使是SARS1.0就是有症狀才傳染的情況 你也很難去把它跟流感等等區分開來 所以所有人都戴上口罩是非常重要 而且當時我們就從工衛的這個研究者那邊知道說 只要四分之三的人戴上口罩 那麼這個病毒的R值就會小於E 意思就是說它就不會大流行 那最後當然就說戴著口罩 就是不是口罩本身有用 而是你戴著口罩你就不會沒有洗的手去碰你的臉嘛 那所以呢還是用肥皂洗手 不是說戴口罩就不用洗手了 所以把這些訊息全部都綜合在一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對我來講其實我的貢獻在剛剛的那個口罩地圖案裡面 其實你說我給什麼指令嘛 那這個指令就是去給了民間的這些就是口罩地圖也好 或者像機管加碼它有一個LINE的就是對話機器人 然後還有像Siri啊Google Voice Assistant啊等等這些 就是如果是視障朋友也可以使用這些做法 那在一開始可能一二十個到最後到一百多個嘛 那我是給他們一個就是共用的一個供需的一個資源網 那把所有的這個民間的實作都把它放在上面 所以我給的指令就是去給這個網站下一個指令說 它不是只有民間的這個G0V的網址而已 那這個民間G0V的網址它也有一個GOV的網址 就是mask.pedis.nat.gov.tw 所以這是我給的第一個指令啦 是給電腦的不是給人的啊 那但是有了這個之後呢 民間的朋友們呢就可以覺得說 那這個是有官方的正當性 那健保署也不會覺得說好像他自己就要滿足這一百多種不同的需求 這覺得不可能嘛 所以他們就是把即時的資料做好 這一百多種應用就交給民間去做 那雙方是共同創作的 你覺得台灣能控制住疫情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因為台灣的防疫準備動作比其他國家還得早很多 台灣的這麼快速精準的掌握到疫情的動向 你覺得主要原因是什麼 其實很簡單的講法就是說我們有超前的部署嘛 不管是說在其他的國家其實都是要到1月中甚至是2月才開始啟動類似我們指揮中心 但是其實我們在1月1號就已經對於武漢來這邊的飛機去進行登記檢疫 那指揮中心甚至是在有第一個本地的個案之前就已經設立了 那也就是說每一個發生的關節點 我們都在那個之前就已經先去做了必要的準備 有時候是在之前一兩天其實有點險 有的時候是在此之前滿多天的 那當然無論如何都讓大家覺得說這個情況的變化我們是有餘裕去處理的 我們就像剛剛講到的就是保持鎮定嘛 然後戴口罩請洗手 那我們從頭到尾都保持鎮定這個非常重要 政委那未來疫情先變萬化 未來因應疫情的變化台灣還會再有新的防疫政策嗎 我想最重要的還是保持鎮定戴口罩請洗手 只要這個還是呼吸道傳染的疾病 那就這個都是有用 口罩就好像是物理的疫苗一樣 現在很多人擔心說明年第一劑大家就算疫苗來了都接種了 但是因為這次的這個疫情影響那麼多人 所以它突變的機率也變得比較高 如果現在是SARS2.0嘛 除一個SARS2.1 2.2 β版或者是3.0 那這樣的話本來的疫苗到底要花多久時間才能趕上這個新的突變 這個是大家都很難說 那但是它不管在什麼突變 你就是口罩肥皂酒精還是會很有用啊 它不可能突變成酒精殺不死嗎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覺得我們現在的這樣一套就是口罩肥皂酒精等等這個習慣 把它繼續保持這個就是最好的 政委那您這次推出的各種防疫政策獲得國際社會上高度的肯定啊 那今後不管台灣的政治面行政面 您還會計劃推動什麼樣的數位化政策 對我覺得我們在這次疫情裡面有看到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事情 就是各個部會是好像樂高積木一樣 把他們的各種不同系統能夠串接起來 那這個就叫做資料的治理囉 那好比像說像我們在發現說有些朋友他下班的時候要是已經下班 所以他怎麼樣都排不到口罩 包含媒體工作者啦 的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就趕快去開發說你可以用手機 那後來是你可以在便利商店都可以直接的去訂嘛 那這一套系統就是我們申報總和守得稅的那一套系統 就是稍微改了一些他的參數就變成口罩的系統 那但是呢這個就是本來是國稅局的這一套系統 他經過這樣子跟健保署的互相修改之後呢 他不太能夠賣口罩 甚至經濟部後來也發現這個出類旁通不錯 所以到最後他要變成是訂購三倍券的那一套系統 那口罩地圖也稍微修改一下就變成三倍券在郵局的地圖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的想法就是說 我們不是說每個部會好像各自的資訊系統放在自己的股倉裡面 而是說我們是開門造居把一開始的這個我們叫API 就是機器對機器溝通的方式把它公佈出來 那這樣的話當有社會新的需求出現的時候 你就不用閉門造居重新發明一個輪子 而可以把本來這些開門造居這個部會的這個系統有一個輪子 那個有一個引擎這個有一個傳動器 稍微把它這樣子拼起來就可以變成一個一戰式的新的數位服務的體驗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相當的重要 那在之前幾年本來就有像政府數位服務指引等等這些文件 但是確實是因為這次疫情 所以我們把這樣子的一個文件的精神加速進行 而且是大家都有看到 郭文娜未來就是防阻新冠肺炎疫情 對日本方面有什麼樣的建議 對我覺得日本跟台灣是有一個很像的地方 就是大家都為了這個防疫願意盡一份心力 就是是一個全社會動員的這樣一個情況 所以好比像說剛剛講到的保持鎮定戴口罩請洗手等等 那這個就是在日本其實也有非常非常多人 是很自願的這樣子去做 那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 那所以這是第一個就是持續這樣子做下去 不是覺得說好像有藥物或者有疫苗就可以完全控制 因為誰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突變嗎 繼續維持這個很好的保持鎮定戴口罩請洗手的這樣一個習慣 那第二個呢我也覺得蠻重要就是說去相信人民 好比像說我們在這一次在指揮中心之前的疫情調查裡面 就有一位專業的工作者 他第一天不去承認說他碰到哪些客戶 他說我都宅在家裡 那到第二天才說我是在酒店上班的一個專業工作者 那在那個時候其實指揮中心他本來可以說那我就威脅說你如果不配合的話 那這些酒店啊或者是舞廳啊什麼是不是要拿去關呢 要罰一筆很重的錢呢等等 當時是有那個社會氣氛的嘛 其實本來對這些工作者就已經社會很污名化了 那當時有一種更污名化的可能性 但是我們的指揮中心不是這樣 我們指揮中心是說我們只是先勸導大家說 在這些場所能夠做到實聯制 以及做到保持社交距離以前是不是先不要去 他只是這樣子完全沒有去由上而下下您剛剛說的那種指令 或者是罰款把人關起來都沒有 那在這個情況下過了一兩個月之後 這些營業場所就開始創新了 他們發現說實聯制你不需要是真名嗎 你有代號就可以了嗎 你要留電話沒有錯但是那可以是預付卡啊 你留個email那個email也可以是一次性的email嘛 你要保持社交距離但是還是要看得到 那這樣子你戴個帽子用塑膠屏幕 把這個雙方隔開來就可以了 總之用各種各樣的方法是確保說 他們也變成防疫國家隊的一員 而且地方政府後來還真的允許他們重新開張了 也就是說我們了解到如果你不信任這些工作者的話 他們走入地下其實這個對疫情的危險是更大的 因為你完全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你讓他們變成防疫國家隊的一員 這個才是建立在政府對人民的信任上 人民就會變得值得信任 這個是叫比馬龍效應 鄭文雅拉山跟你請教一下 後疫情時代台日關係可以怎麼樣去發展 我覺得我們現在在疫情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有非常多的互相幫助 而且呢不只是外面看得到的 好比像說在WHO的會前 我們有這種討論或者是說 日本美國台灣跟各個不同其他國家 透過叫做GCTF 就是Global Cooperation Training Framework的方式 去把我們在疫情裡學到的事情 交給世界各國等等 那這些都是外面看得到比較像外交工作 但是呢事實上有一個更重要的就是 每次發生這種大的社會的事件或災難等等的時候 其實民間對民間的互相援助才是更重要的 好比像說我們自己這邊921地震的時候 他們那邊311的時候 都有非常多的朋友在互相的幫忙 所以像我們這次也有G0V 臨時政府的很多朋友 幫助他們的一個叫Co4Japan的一個民間組織 去翻譯他們幫東京都所做的那樣子一個 讓人一目瞭然就知道疫情到底發生的什麼狀況等等的 這樣子一個看板 那這樣子一個儀表板為什麼重要呢 因為這個是完全民間主導開發 東京都只是給他一個GOV的網址 就像我對口罩地圖所做的事情一樣 那後來我有去改那個網站 雖然只改了一個字了 那但是後來也被他們注意到 所以我是覺得說這種民間對民間的互相支援 互相幫助是未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叫people to people relationship 那但是當然在這裡面政府跟政府之間的互相幫助 我們一起去幫助全世界的朋友們等等 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可以跟您請教一下 未來就是可以跟日本觀光客或是商務客傳達說 在疫情過後歡迎來台灣的一些訊息 當然我是不是要日文講 那你會講日文嗎 還是誰會講日文 不會 沒有人會講日文 對啊 那是不是要 那先用中文一次好了 還是還是我自己錄一小段 就說你把我要講什麼你傳給我 然後附一段錄音檔 好 對然後我就照著念一遍這樣子 好 對那所以我就是先看攝影機嗎還是怎麼樣 先先 就看你就好了 好然後一樣是用中文好了 好啊好啊 OK好 那就 就開始嘛 好 我了解到說有非常多在今年想要來台灣的日本朋友們 今年暫時不能夠來 只能夠透過網路啊或者是透過在日本的一些台灣的小吃啊 或者是一些台灣的一些伴手禮啊等等 來稍微體驗一下 不過當然很快在明年我們就會有疫苗了 有疫苗的時候當旅行能夠再次恢復了 非常非常歡迎大家再次來台灣也祝大家Live Long and Prosper 好 謝謝張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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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